大家好,我是Dan 去年一起后广告争议,假吃争议的Pookie 对于后广告是发文道歉 但是对于假吃争议,则是公开没有剪辑过的影片 表示自己没有假吃过的Pookie 在停止更新一段时间重新回归后 开始同时上传剪辑过以及没剪辑过的影片 然后在昨天上传的Q&A影片里 Pookie亲自开口解释了假吃争议 现在开始不会假吃吗?很好奇 还是会假吃吗? 假吃,真的 对,这个我有很多话说 只是我没有说而已 嗯,刚开始的时候 我完全没有想过我会发生假吃争议 那时候我是用笔记型电脑剪辑 因为两天上传一支影片 容量非常紧张 所以就删除了原始影片 因为觉得根本不需要 我只想给大家看干净整集的样子 不管是吃20分还是30分 都会剪辑成10分钟左右 但是后来从2020年1月开始 我开始备份了原始影片 去年8月开始有很多YouTuber网友上传了我的影片 所以我就公开了没剪辑过的影片 结果他们就要求公开2020年1月之前的影片 不停的质疑假吃 像那个披萨影片 只是我大吃一口后 用可乐清理口中的食物而已 因为我习惯用可乐清理嘴内 而这个也只是清理塞进牙缝的食物 然后用湿纸巾擦了一下而已 并不是塗在塑胶袋里 又不是福尔摩斯 在提出疑惑的任何影片当中 都没有我假吃的证据 其实我早就想说了 我没有备份之前的影片 那个时候虽然没能说 但是现在终于说了 总之我为了以行动证明 这几个月一直都有上传未剪辑的影片 我绝对没有假吃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留言 还有欺负BOKI的人吗 事可而止吧 不要再欺负了 不想看就不要看呢 又漂亮又能吃又能赚 嫉妒的人太多 所以才会有很多黑粉 一开始有疑惑的时候 就这样解释 不就可以马上解开误会吗 将近六个月 他一直都有上传没剪辑过的影片 所以黑粉们也应该要相信了吧 但是也有这样的反应 假吃只要看一次直播就好了 为什么到现在都不开 只是上传奇怪的解释影片呢 他心里应该也会很庆幸 因为发生了假吃争议 所以没人理会后广告的事情 为什么每次都是被质疑的部分 没有原始影片呢 这也太巧了吧 对于Pokey的解释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云娜看自己传奇动图的反应 首先是云娜传奇中的传奇 你知道我知道 云娜知道的传奇动图 这个我也是很喜欢的动图 就这么给拍下来了 非常感谢 给我留下这样的动图 看来云娜也蛮喜欢这个动图的 这个应该也是 Kpop粉丝们都看过的传奇动图 是这个动图啊 我也看过很多次 没有什么感觉 这个为什么是传奇动图呢 为什么 只有你一个人不知道 制作组解释 为什么是传奇动图 这是当时投球的时候 被称赞后突然高兴了 我好像很会投东西 我们演唱会的时候 像千名球 我也会投到二楼 其实制作组想听的是 云娜讨论关于自己研制的内容 但是云娜却热情地说明 有关投东西的事情 跟我们不一样 这个动图对云娜来说 好像没什么感动 可能是因为每天都能看到真人 所以看动图没有感觉吧 云娜的审美观念不太好 但是每天都能在镜子 看到这张脸的话 应该对动图是没什么感动的 所以如果大家拥有着周围人 都认定的 颜值中的颜值的话 也会对自己的传奇动图 没有任何感觉吗 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吗 好 好 嘿嘿嘿